请问厦门的民众你支持武统吗 我支持和平统一 可能没有和平的希望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尽快解决 尽量不要的 尽量不要是不是 对咯 那实在不行的话 该走还是得走 不会的 不会不会的 武统并不是 并不是那种比较好的方式 得给解决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支持的 中文也不能打中文 多交流吧 嗯 多交流 其实对商人都好 早点回家 嗨 大家好 我是杰克 我现在人呢 在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的厦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 就是厦门著名的标语 一国两制的这个标语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那我今天呢 要来厦门做街访 我要做什么样的街访呢 街访什么题目呢 我要在这里问厦门的人 你知不支持武统 问厦门的人 到底知不支持武统这个议题 因为我上一次在北京问 很多网友就cue我 杰克啊 你应该要在厦门问啊 我这不就来了吗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厦门接访 这个问题 请问厦门的民众 你支持武统吗 ok let's go 对于这我们两岸 就是未来和平统一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我觉得的话呢 两岸的话呢 都是我们说的都是亲戚啊 两岸都是亲戚 对都是亲戚 和平的话呢 这方面还是很大的 和平统一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个人也是支持和平统一吗 对我支持和平统一 如果和平统一的感觉遥遥无期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 没有什么希望的话 那你会希望武统吗 我们是尽量的话呢 希望的话和平 但是呢 我们的国家看我们的主席 军委主席看他怎么样子这样 我们说的领导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是对于我们说的外国干预的太多了 觉得我们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没有和平的希望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尽快解决的 只能看我们国家的决定 所以等于是你是支持和平统一 但是关于武统的话 就是到时候也只能看国家决定 对对对这肯定要看国家了 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大姐您是哪里人 我老家是张州的 但是现在已经在夏本这个地方买房安家了 那你既然在夏本买房安家 你会不会担心两岸 这个如果发生战争 就是两岸会波及到您的这个安全的方面 我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的话呢 金门离我们这么近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的话呢 不会先考虑到金门这块 如果是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呢 应该是先台湾本岛 但是就是说 因为厦门离很近嘛 不会担心就是被波及到吧 应该不至于 我们是觉得应该不至于 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话呢 应该我们政府应该都会有 给我们多少一方面的一事 让我们自己做好准备 然后的话呢 有这方面的这个自己的打算 好 那台湾同胞也在看这支影片的话 你想要跟台湾同胞说什么 希望的话呢 我们的台湾同胞早日回归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话呢 希望呢 去台湾的话呢 一起去这个 日月潭 去我们的这个阿里山 阿里山 对,我很想去台湾游玩的 日月潭阿里山 现在 好像还没 山通还没开喔 山通 小山通有了嘛 你们去金门不是都 诶 小山通 没有,目前还没开通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 我也一直想着说 带孩子一起去 OK 对,想着原本是说端午说会开通 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具体的通知出来 所以的话呢 就说 希望 那个 直接开通之后呢 直接去台湾游玩 希望能够开放 就是你们这边 你们来台湾玩啦 对对对,没错 来逛台湾的夜市 是是是,没错没错 好,谢谢大姐 谢谢你接受我访问 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吗 肯定支持啊 肯定支持 最好的啊 那如果 这是两岸感觉和平统一 遥遥无奇的话 那你会支持武力统一吗 如果 尽量不要啦 尽量不要 对咯 那实在不行的话 该走还是得走 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 两岸发生战争会影响到你 完全不担心 中国的实力 台湾没得比 你觉得这几年两岸的情势 有没有比较紧张 不会啦 不会紧张 那你 那你 会不会担心两岸发生战争 不会啦 肯定是不会啦 不会战争 那你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吗 可以啦 可以是不是 那如果 和平统一 就感觉没什么希望 那最后 你会 选择支持 用武力解决 两岸问题吗 不会啦 不会武力啦 一定会是不是 一定会和平解决 那如果台 台湾人也在看这个影片 你想要对台湾的同报 不会啦 我们不会鼓励啦 不会 不会 你来过台湾吗 大哥 没有 那你想要来台湾哪边 如果有来的话 想要去 想要去 想要去哪里 去台湾 台湾哪里 不知道 阿里山 日月潭 还没去过要去哪里 都没听过台湾任何地方哦 没有 没有是不是 没有去过 阿里山日月潭有听过吗 有 有 有了 好啦 欢迎你来台湾啦 有机会 好 谢谢你啊 这位大哥 请问您几岁了 七十 八十 这是七 这是八啊 八十岁了 那八十岁你经历 你都在厦门吗 对啊 你看这几年两岸 是不是 会不会比较紧张 还是怎么样 还有 社会的 我 社会形式的 没不错 蛤 你是讲的厦门话吗 我不是 我 山西人来厦门时间不长 哦 山西人来厦门时间不长 对啊 你来厦门几年了 一年 一年啊 难怪我说你这不是下门话 对对 山西人 哦 你支持两岸统一吗 那肯定的啊 因为两岸 台湾也是中国啊 中国一点啊 有一部分啊 那两岸统一目前有两种方式 目前有讲和平统一跟武力统一 你支持哪一种方式 那肯定要和平啊 因为那武力 对 中国人 大中国人哪不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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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啊 好好好 他也是中国人 他又不是日本人 好好 OK 那那个台湾同胞也在看这个影片 你想跟台湾同胞说什么 哎呀 我说不来 我说不来 您来过台湾 老百姓 老百姓 你来过台湾吗 不要 来过啊 台湾来过 没有 你想来吗 想去台湾玩 嗯 想去是不是 想去台湾哪里 想去台湾要端这个啊 哦 还好啦 不用不用很多啦 不用很多啦 对啊 你想来台湾哪里 去哪里都可以 这样有钱啦 对啊 没有这个去不了 哦好 非常谢谢你 我是来自台湾的那个自媒体啊 我想要问你一下 就是说 呃因为我们台湾最近 就是很关注两岸的话题嘛 然后请问一下 就是呃 你支持两岸统一吗 其实我觉得 两种制度 它有 它有它的好处 嗯 你说 一定要统一吗 这个要看 而且要看台湾人的那个意愿吧 对 应该是这样的意愿吧 嗯 因为这种东西 文化 嗯 台湾的文化 传统的教育啊 也不比我们这边差啊 不比不比这边差 不比我们这边差 我们这边比较 很久都舒服了吧 嗯 嗯 对啊 然后 统一的话 我是不怎么看好 你是说不看好 但你个人的期望呢 个人期望啊 个人期望 个人期望 统不统都无所谓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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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统都无所谓 也是这样的 嗯 我相信 我个人认为吧 嗯 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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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强制统一之类的 这种 强制统一其实是 不可能武统就是 嗯 不是说不可能武统 有可能武统 但是武统并不是 并不是那种比较好的方式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 意愿嘛 双方的意愿 对不对 你说如果说 杂志说你有武统一个文统 那当然文统更合适了 对不对 合统 合平统一嘛 对不对 合平统一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一旦要武统的话 对不对 你说乌克兰这边 影响也非常大啦 实在的 俄罗斯有俄罗斯的利益 对不对 但是你乌克兰 它也有乌克兰的利益啊 对 你不能说 也要考虑乌克兰人的意愿 但是你乌克兰 你如果说强硬的加入说北约之类的 嗯 那肯定也是 也是那个 会引起那个俄罗斯的反弹吧 那我们中国也一样啊 对 你台湾如果说现阶段吧 如果说要 独立或者说 朝外面 对不对 朝外面靠拢 那这样子可能 很多就 很多人就看不下去 就是有点那个 似到刺激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你说文统的话 这样子会比较合适 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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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基本上你是 不支持武统 就是你个人啦 你个人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解决 对对对 对对 那那个现在有台湾的同胞也在看这个影片的话 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应该 祝台湾人民那个什么 生活更加快乐 嗯 然后 有空来多这边走走 嗯 对不对 不能说因为说 上面的说你要什么武统之类的 这种东西 其实还是多交流吧 嗯 我觉得多交流 其实对双方都好 嗯 我相信台湾人听到这个会蛮感动的 哈哈哈哈 非常谢谢多伟大跟你们 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 你好那个因为现在台湾很关注两岸的问题嘛 那厦门跟台湾又那么近 所以我想问一下厦门民众的看法 那个请问你支持两岸统一吗 当然支持啊 哦 那两岸统一目前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和平统一 一种是武力统一 那你支持哪一种方式 当然是和平啊 因为不管武力的话 嗯 武力统一不管是我们还是台湾民众 都是对民众不好的一种方式 嗯 那如果和平统一感觉遥遥无奇 好像不太可能了 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支持武力统一吗 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支持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 对对 嗯 嗯 好那那个 如果台湾的民众现在也在看这支影片 你想要跟台湾人说什么 嗯 早点回家 早点什么 早点回来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早点统一啊 回归大陆这个意思 对对 您来过台湾吗 还没有 你会想要来台湾哪里 想要去高雄吧 高雄 为什么不是台北 因为有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来这边读书嘛 然后他就在高雄 嗯 想过去找他 哦 因为有朋友的关系 对 也可以来台北啊 台北人 欢迎你来台北 哦 阿里山日月潭 阿里山 你们不是都学阿里山日月潭 哦 对对对对 那个小火车那个 哦对对对对 欢迎你来 好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近两岸情势比较紧张 所以台湾人都很关心两岸的问题 那因为厦门跟台湾很接近 我想要请问你 那你会不会担心两岸发生战争 我觉得吧 该吃吃该喝喝这些 我们不应该操心 有国家会做我们的后台保障 好 那和平统一跟武力统一 你支持哪一个 那肯定还是和平统一 毕竟那个发生战争 那对人民群众都是没什么好处的 好 台湾人现在也在看这支影片 跟台湾人说句话 哈喽 哈喽什么 哈喽 多一点啊 台湾同胞你好 台湾同胞你好 你来过台湾吗 没有耶 有机会会去的 好你想来台湾哪里 高雄吧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不是台北 也可以啊 台北高雄都欢迎你好不好 好谢谢 全台湾都完了 好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杰克 我今天呢在厦门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一国两制的沙滩 一个是五一的广场 完成了我这一次的街访 因为一国两制的沙滩人太少 所以中间转场 其实我这一次街访的结果 跟我在北京街访的结果差不多 大部分的民众呢 都不支持武统的这个选项 大部分民众都希望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其实真的跟马路上的声音 跟网路上的声音不一样 这就是我街访的结果 我是刘杰克 我在厦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因为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要当兵 然后因为两岸其实紧张 所以我想要问这边的年轻人 你们担不担心两岸发生战争 还好吧 还好为什么 厦门离台湾很近 台湾 我本身就是在台湾有房子 我其实 你在台湾有房子 你在台湾有房子 对 我8月份还要回台湾 OKOK 所以你在台湾念书啊 没有在台湾念书 在厦门念书 那你在台湾有房子 对 有亲人乱局 OK 所以你当然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 对不对 是 我刚刚跟你访问 你应该是支持和平统一吗 两岸对不对 那是 那和平统一感觉 没什么机会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支持武统吗 这个咱不好做决定 对 咱不做决定 这都是国家领导人的决定 嗯 咱来说就是一个老百姓 对吧 最好的方法就是统一为最好 嗯 嗯 因为两岸都是同好嘛 嗯 没有必要这个发生这个战争 对吧 像你们来到咱们这多好 嗯 像如果我去你们那里 对吧 也多好 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最好 对 那武力统一 那这种东西也不是你能决定的 对 到时候发生就发生了 对 你是厦门人吗 我不是 山东人的 但你住厦门吧 对我住厦门 那你会不会担心两岸发生战争 不会不会 我感觉到不会 不会 你感觉不会是不是 我感觉到不会发生战争 不会是不是 因为大陆的包容度还是很大的 嗯 嗯 所以其实你还是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讲白的就是这样 对 那如果你看到台湾同胞你想跟他说什么 欢迎来到咱们厦门 来到咱们大陆 这是最好 欢迎来厦门 对 所以你说你是台湾人 我都感觉到 对方就很亲切的感觉来 你对台湾人感觉特别亲切 对对 真的啊 嗯 以前台湾人很多要在这边 以前这种普通码头 嗯 就是还通的时候 那个时候咱们的往来很多 很密切 嗯 很好 嗯 好 好 嗯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